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大吃一惊 嘴里的可乐接着喷了出来 柳琴和李峰是相亲人似的 柳琴比李峰大三岁 柳琴今年三十五岁 而李峰三十二岁 俩人都老大不小了 俩人的婚事自然成了家里的头等大师 第一次见面 柳琴和李峰都觉得彼此不错 于是就决定试着交往 为了增进彼此的感情 以及能尽快了解彼此 俩人自从认识后 就经常约着出来见面 像所有情侣那样 她们只要有空就会约出去吃饭 逛街 看电影 遇到节日时 李峰也会给柳琴买礼物 然后再约她出去共进晚餐 柳琴越来越喜欢李峰 她确定她就是她要找的那个人 不久 两人商量后决定 一起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随后两人迫不及待的 就安排双方父母见面 双方父母见面那天 为了给未来公婆一个好印象 柳琴精心打扮了自己 然后准备了一些见面礼 就心情火燎地赶到了约定见面的地点 见面后 双方父母就为了他俩的婚事 开始展开了讨论 李峰父母似乎很爽快 当即表示彩礼钱给二十万 而且三斤和开口费什么的 一样都不少 柳琴和她的父母都感到很满意 随后柳琴的父母表示 柳琴和李峰举办婚礼那天 他们也会陪嫁一些东西给柳琴 对此 李峰的父母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从那一后起 柳琴和李峰一直都在忙婚房装修的事 以及购买结婚用品和拍婚纱照 结婚请柬也已经派发给了双方所有的亲友 酒店也已经预定好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就等良辰吉日的到来 距离举办婚礼 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李峰的妈妈突然给柳琴打了电话 电话里李峰的妈妈 先是问候了柳琴一番后 支支吾吾的没有说 到底有什么事找柳琴 柳琴是个急性子 她赶紧问未来婆婆 到底有什么事 李峰的妈妈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 媳妇啊 我有个事想问问你 你说彩礼钱 我们家给了你父母二十万 到你们家当时候 会陪价多少钱过来呀 柳琴一听有些急了 她问准婆婆 阿姨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陪价的事不应该是我父母自己操心的吗 你这么问我 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父母就我一个女儿 他们有钱 自然会给我陪价多点 要是手头紧的话 自然就少一点了 这事我没问过我父母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给我陪价多少钱 也不知道他们会陪价给我什么东西 那可不行啊 你得问清楚了 你嫁进我们李家后 你就是我们李家的人了 你不能什么事都稀里糊涂的 你得多为我们家着想 我们要一条心才行 阿姨 我现在在上班有些忙 这事以后再说吧 我父母肯定不会亏待我的 说完 柳琴就把电话挂断了 她心里有些不解 准婆婆突然给她打电话来 说陪价的事情 到底是几个意思呢 她白思不得其解 后面因为忙了其他就没多想 当天下午下班 柳琴刚走出公司大门 远远的就看到准婆婆 在公司门外着急的躲步 李峰的妈妈看到柳琴走出来后 立马迎了过去 随口问道 媳妇儿 你有没有给你父母打电话 问陪价的事啊 柳琴一听就气不打一出来 她反问准婆婆 阿姨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陪价什么的 或是陪价给我多少钱 这都是我父母的事 我无权干涉啊 再说 婚房是我父母全款买的 而且装修和家具电器 也都是我父母负责的 房产证上也加上了李峰的名字 你们还想怎么样啊 我们结婚 我父母已经请其所有了 你们不能再要求他们像这样那样的了 这可不行啊 按照我们家那边的风俗 男方家给女方家多少彩礼钱 女方家就必须翻倍陪价过来 否则男方家在当地是很没面子的 什么 阿姨 你的意思是我们结婚 我父母不单单要买婚房 还要翻倍陪价彩礼钱 然后再对你们毕恭毕敬的 阿姨 你们是在卖儿子吧 刘芊 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 什么叫我家卖儿子呢 我告诉你 像你这样的老女人 也只有我儿子愿意娶了 那么大年纪都没嫁人 谁知道你以前是怎么回事 说不定是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了 没人要了才那么晚结婚 也就是我儿子傻 如果不是你家条件不错 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的 再说了 你都那么大年纪了 能不能生还是个问题呢 要是你和我儿子结婚后 不能生育的话 那可怎么办 所以让你家翻倍给陪价 是合情合理的 万一到时候你不能生了 你的陪价可以拿去治不孕不育 说不定还能生个一儿半女呢 要是你们过不下去的话 离婚了之后 你的陪价是要分我儿子一半的 到时候他有钱 还愁不能再娶吗 柳芊听完准婆婆的话后 气得哭了起来 他之所以那么晚结婚 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也不是没人要 而是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吵架 他的父亲甚至会大打出手 后面他的妈妈受不了了 就跟他爸爸离婚了 也正因为这样 让他从小就变得敏感 而且总是患得患失的 长大后他对感情和婚姻 有种恐惧感 所以才导致他那么大年纪了 都还没有结婚 但自从认识李峰后 在李峰细心地照顾下 让他对自己的婚姻抱有幻想 从而接受了李峰 而对于陪嫁婚房的事 也是因为柳芊的爸爸 深知自己过去的婚姻 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 给自己的女儿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为了弥补自己的女儿 柳芊的爸爸 和他的妈妈商量后决定 把他的爸爸老家的房子卖了 然后再各自想办法出一些钱 这才凑够了 给柳芊买房子的钱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目的就是让自己女儿 在婆家能抬起头来 在婆家有话语权 可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准女婿李峰家 居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来 房子已经用尽了 他们毕生的积蓄 陪嫁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拿出四十万 来给柳芊作为陪嫁 柳芊知道自己家的情况 虽然她是独生子女不假 但是自己家的生活条件 却一般 他们家能给她买房子 已经是极限了 这个时候李峰家 却提出这个无理的要求 只会为难她的父母 经过一个晚上的思考后 柳芊第二天 就跟李峰提出了分手 李峰不解柳芊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但她还是决定 去找柳芊问个清楚 因为她不想给自己留有遗憾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 柳芊洗漱完毕后 直接打车去了李峰家 一进门 她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柳芊主动提出想退婚的想法 李峰的妈妈听了后 觉得自己家很亏 立即就提出 让柳家给李峰 陪她精神损失费 以及李峰家订酒店时 所花的费用一半 李峰的父母甚至扬言 如果柳芊家 不按要求给李峰补偿的话 他们就去柳芊所在的公司闹 说柳芊骗子 让柳芊在他们公司 很难待下去等等 而且还不配合 去办理房子过户手续 柳芊听完气不大一处来 但为了自己今后的幸福着想 最终柳芊和她的父母妥协了 最后在调解员的调解下 柳芊家拿出两万块 补偿给李峰 李峰家订的酒店自行解决 而柳芊家的房子 李峰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 无条件地配合柳芊家 办理过户手续 就这样原来在一个星期后 就结为夫妻的两个人 最后弄得不欢而散 柳芊的爸爸更是被气得住了院 他发誓 以后随女儿的意愿就好 他再也不逼女儿去相亲 更不会逼女儿出嫁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